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彦斌就被扒出众多细节 不仅是接下来他方的爆料男星 跟弯弯的关系也是不一般 双方有过互动 关系匪浅 觉得这次爆料极有可能是真的 就在吃瓜群众讨论热烈朝天时 没想到胡彦斌嫖娼风波引来反转 有细心网友发现 所谓的连被打码镜头被删是假的 现在依旧正常看到胡彦斌的歌曲 没有打码 没有删除 根本就不像爆料所说的那样 还有网友上传证据第二弹 来证明很多博主爆料都是假的 反而是像雇佣顺君一万 同一个剧本而称 所有爆料都是造谣与诽谤 让胡彦斌老师狠狠地告 严重损害他的公众形象 败坏路人员 连最开始爆料胡彦斌出事的博主 也发文道歉了 彻底换了胡彦斌一个清白 他发文回应称 做梦都没想到 一个嫉妒日常的破号 会被某些营销后恶意曲解做文章 真是绝了 还郑重的向红老师道歉 也我这样喜欢嫉妒日常的猪粉 也真是倒霉 简单 内容将自己撇清 为之前的言论所道歉 给偶像造成如此崩波 带来重大影响 名声扫地 路人员断诉 其实依旧道歉能够解决的 对此网友们也不买账 直呼他自己造谣害找律师 这多种多样是挺多的 胡彦斌实惨 莫名其妙被黑 还有的表示 本来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胡彦斌有这种粉丝 也真是惨 现在光道歉有用吗 这番说辞好无力 话不能乱说 要是轻重 有的该有的辨别是非能力 好在有了他的道歉 胡彦斌身上的脏水算是骗轻了 并没有爆料那般不堪 而本尊状态也是并未影响 反而社交账号正常更新 还在当天凌晨 展发官媒动态 重心放在工作上 并没有理会网络舆论 不过因为这简短风波 却也是爆出胡彦斌的黑料 因为嫖娼他长事件是假 但造势逃逸是真 当时舆论发酵非常严重 对此胡彦斌还大众道歉 回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未免上无知买单 没想到多年前的措施 这次却又被发出来说是 不管怎么说 幸亏胡彦斌扛住了 没有摄入李一峰的后尘 是皆大欢喜的解决 也让我们更看清现在的网络 虽然内语很迷烂 明星他方也只在一瞬间 但却不能没有心之人所利用 光靠嘴键盘造谣 空口白牙就抹黑 来达到自己的私利 这样的人更可恨 所以希望大家在吃瓜时也要谨慎 对于那些劣迹艺人 的确是要永久抵制 不允许他们以任何形式付出 净化内娱环境 同时也不能让某些人计谋得逞 成为他手里的恶剑 一定要谨慎吃瓜 9月28日 Tunes返港出席活动 两人都穿了百丝裙子 状态非常好 哪里看得出他们已经40岁 尤其是减肥27斤的钟心童 又瘦又美 连好姐妹蔡卓妍都大赞阿娇的状态 是近10年的巅峰 过去一年 Tunes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内地发展 他们在上海租了房子 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 还录制了衍生节目 新鲜的约定 新鲜的约定 由钟心童 蔡卓妍 黄小雷 王兴林 吴景岩当任产助嘉宾 众人结伴前往云南旅游 节目定于 9月16日起 每周五 19点30 在湖南美食 芒果TV播出 但9月23日 官方突然发文 表示会推迟跟大家见面 对于节目被推迟的原因 官方表示是戒指损害 但是网络却突然传出事件 跟胡彦斌有关 网上还流传一张 胡彦斌被打上马 马赛克的照片截图 有人暗示 他因私生活混乱 导致不能出境 不过呢 胡彦斌的粉丝 很快就澄清 直言传闻不实 还表示 相关的节目截图 其实是 某个网友批图所致 实际上呢 胡彦斌没有被打马赛克 这天 Tins出席活动 就被媒体问到 新鲜的约定 突然停步的原因 港媒用疑似被腰斩 来形容该节目 阿萨 跟阿娇一口同声表示 节目不是被腰斩 而是要重新剪辑 很快会复播的 记者进一步问 是不是 节目嘉宾胡彦斌出事 他们则回应 我们没有听闻 不太清楚 不过他人挺好的 虽然Tins没有直接 为胡彦斌澄清 但起码可以证实一件事 节目突然重新剪辑 跟胡彦斌没有关系 他们也肯定了 对方的人品 称胡彦斌是好人 Tins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相信胡彦斌 很快就能以行动辟谣 除了胡彦斌事件之外 记者也关心 阿萨跟阿娇的感情动向 阿娇减肥成功 他自曝已经有心理准备 开始新恋情 可惜的是 身边朋友都没有 损盘介绍给他 不然他早就恋爱了 刚于来婚国离婚的时候 阿娇曾说过 自己结过一次婚 对婚姻没有了好奇 以后应该也不会再婚 他不适合当妻子 他大概只会跟伴侣 保持恋爱关系 因而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反口称 记者误会了他 他没有说不再婚 只是觉得自己在短时间内 对婚姻有恐惧 如此看来 只要找到真命片子 阿娇还是回当人妻的 阿萨与富三代男友 石横松感情稳定 两人分居颇长时间 但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 阿萨笑颜 两个人有小别盛新婚的感觉 对方曾到内地探望他 所以也不算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而且他们每晚都会视频聊天 一直保持联络 至于友传Tunes会在明年开演唱会 他们则是证实 公司正在筹备当中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